只因我拒绝妻子,去给她患癌的白月光人工受精,身为律师的妻子,将我告上了无情无义审判庭。 一旦罪名成立,我将被剥夺全部财产,入狱十年,妻子则不再受到任何束缚,专心为患癌白月光受精被遇。 一旦罪名不成立,妻子将近身出户,眉孕缠身,毁容成为最丑陋的女人。 同时,她的白月光无法受到任何治疗,只能在痛苦中去世,两人还会以诽谤罪,赔赴我所有的好运与健康。 开庭现场,亲戚朋友们都在辱骂我,心肠恶毒,自私自利。 如果当初不是妻子的白月光舍命相救,我早就死在车祸里了。 可只有重生的我知道,我一直活在妻子和她的白月光欺骗中。 证文开始,审判庭上妻子柳如燕既是原告,也是律师。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亲手从司法大学供出来的柳如燕,亲自告上审判庭。 可我已经经历过一次绝望,心痛,现在剩下的只有对柳如燕的恨意了。 吉伯达,你难道不觉得你过分吗? 我不过是为了一腾城能够有个后代? 难道也错了吗? 只是人工受惊,又不是真的发生什么? 你是我见过最无情无义的人,是我瞎了眼! 我坐在被告席上,静静听着柳如燕接近痛心疾首的控诉。 亲戚朋友们坐在旁听席,也纷纷替柳如燕打抱不平。 之前一腾城救了你的命,你就是这么回报人家的? 我记家没有你这么黑心丹的坏种儿子。 说话的这个是我的母亲,我以为,上一世即便是全世界的人都误解我, 唯独她会站在我这边,事实证明,她是为柳如燕冲锋陷阵的一把好手。 对于外人的误解,我从不当回事。 可眼前的这两个,一个是我的至亲,一个是我的至爱,叫我如何无所谓的起来。 原告柳如燕,被告己伯答,罪名,无情无义,被告是否接受审判。 审判长庄严地坐在最高位,冷眼看着场下的所有人。 柳如燕自从做了律师以后,从无败即,上一世我为了不让柳如燕的名声受损, 又实在对伊藤诚身怀愧疚,没有接受审判便当场认罪。 那是我近身出户,厄运缠身,眼看着柳如燕给伊藤诚生了孩子, 二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而我拖着病区先去找了我妈,她逼我如蛇仙, 不管我怎么敲门,她都不开。 我只能去找柳如燕,想让她看在多年的夫妻情分, 给我点钱让我治疗。 她却搂着伊藤诚的脖子,不懈地看着我。 吉伯达,你以为现在的你还有价值吗? 从头到尾,你只是个蠢货罢了,阿诚根本没病, 我就是想给她生孩子罢了,要死滚远点死, 别砸了我家门口的地。 当时我震惊,窒息,不敢置信, 随着关门声,我吐了一口黑血,永远死在了那个冬夜。 重来一世,我不会再给别人做嫁衣, 要是能够重生的时间再早一些, 我不会放弃自己求学的机会,出去打工供养柳如燕。 按照规矩,原告是需要提交证据给审判庭, 随着审判长法锤落下,第一段证据提交。 全国观众,静静等待着柳如燕这个最权威的律师, 状告自己的丈夫,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在等着看, 平常公正能力又强的柳如燕,是如何吊打我的。 随着大屏幕的亮起,那段记忆是至今我都无法摆脱的噩梦。 当时我在开车,因为是大雨天,不仅路滑, 即便是雨刷器一直运作,我的视线仍旧模糊。 直到从十字路口,突然及时出一辆白车, 两道刺耳的刹车声刺穿云霄, 我没来得及杀住车,直直地撞了过去。 柳如燕和一腾成坐在后座,受伤并不严重。 而我驾驶座上受到了重大的撞击, 安全囊直接弹出,挡风玻璃的碎片刺进了我的皮肤, 我鲜血淋淋,当时昏了过去。 一腾成将柳如燕拉出车后,我的车开始漏油, 很大概率会发生爆炸。 一腾成转身要去救我,柳如燕却嘶吼着拉住一腾成不要去。 阿成,会爆炸的,你别。 即便如此,一腾成还是义无反顾地冲进车里, 奋力将我拉出去。 随着我和一腾成的离开, 砰的一声,车子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只差几十秒,我和一腾成就会葬身火海。 我被送上了救护车, 一腾成和柳如燕全都松了口气。 虽然我死里逃生, 可这段记忆成为了我的噩梦。 看视频的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像是替我惋惜, 而是为一腾成感到后怕。 弹幕纷纷开始刷起来, 一腾成太帅了,自己都受伤了, 却还是救出来两个人, 这种救命之恩, 不用说让我同意人工受惊, 就算是要我所有的钱, 包括我的命, 我都甘之如意啊。 义父啊, 己伯达还真是无情无义, 人家救他苟命, 他忘恩负义, 审判账,快判死他。 只有我注意到了, 柳如燕和一腾成一起坐在后座。 事故发生后, 柳如燕阻止一腾成不要去救己伯达吗? 楼上的, 己伯达给了你多少钱? 这么危急的情况, 是个人都不敢去冒险吧, 都应该等着救援队来吧。 一腾成已经很好了, 柳如燕顿了顿, 像是让子弹飞了会儿, 开始清嗓子, 站起身来发挥他的律师专业。 如众人所见, 当初阿成为了救纪伯达, 险些跟纪伯达一起葬身火海, 阿成也是因为这次事故, 落下了病根。 说完, 柳如燕还播放了, 一腾成在医院里虚弱的样子。 视频里, 一腾成躺在床上, 身体虚弱, 脸上丝毫没有血色, 身上插满了管子。 阿燕,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能陪着你了, 可我只有一个希望, 我家三代单传, 我妈只想让我留一个后。 一腾成气弱油丝, 看到的人没有不为之动容的。 我和柳如燕就站在一腾成的病床边, 柳如燕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心中也是愧疚, 一直垂着头没有说话。 我没什么要求, 我也不是邪恩图报的人, 你们也是知道的, 我没有女朋友, 也没结婚。 可我这身体, 大概是活不到这个冬天了。 纪博达, 虽然我救了你, 但是我从未想过要你回报。 一腾成拉长声音, 突然点了我的名字, 我茫然地抬头, 对上一腾成蓄满眼泪的双眼。 能不能让阿燕替我生的孩子, 你别误会, 只是人工受精, 我只是想留个后。 这一段话, 让我顿时脑子炸开, 我甚至都没思考, 斩钉截铁地拒绝。 柳如燕和一腾成有一瞬间的正愣, 一腾成还想再说什么, 我仍就是一口回绝。 画面到了这里, 戛然而止, 似乎无情无义这个词, 在我的身上有了具象话。 柳如燕哽咽着, 缓缓开口。 阿成为了救己博达, 时日无多, 己博达呢? 无端端吃着飞醋, 虽然我们结婚这么久没有孩子, 为此他大作文章, 阻止阿成留后, 我是阿成最好的朋友, 除了我, 还能有谁帮他? 阿成如此的绝望, 那个受了阿成恩惠的纪博达, 无情无义, 自私自利。 柳如燕越说越激动, 唾沫横飞, 似乎在这一刻, 我不是他的丈夫, 而是最无可恕的犯人。 在座的乌衣部纷纷落下泪了, 他们回过未来后, 又将矛头对准我。 己博达, 你还有良心吗? 为了自己的私欲, 而杀了一个可怜人的最后心愿。 你这种人, 还活在世上做什么? 弹幕的谩骂, 也铺天盖地地朝我公鸡来。 不就是生了孩子, 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你看己博达拒绝的样子, 连基本的思考都没有。 但凡有良心的人, 就算是心里不舒服, 不愿意, 都会顾及情面考量一下。 他这迫不及待的样子, 真想弄死他。 己博达, 希望你得了癌症, 想要让别人帮你实现愿望的时候, 也被人狠狠拒绝。 无情无义, 冷血无情, 这种人还生出来做什么呢? 就连我妈都跟着那群人指责我。 逆子啊, 我即家带带淳朴善良, 怎么会生了? 你这么个冷血的畜生啊? 说吧, 我妈似乎还不解气, 直接冲过来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 瞬间脸颊传来了火辣辣的疼。 审判长皱眉, 审判庭是庄严的地方, 容不得你们胡闹。 我妈最是欺软趴硬了, 见审判长动怒, 她只好信心地坐了回去。 可全场的人, 没有一个人, 因为我妈搅乱了审判庭秩序而恼怒, 全都夸我妈打得好。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 我还是看到了我妈嘴角勾起的糊涂。 审判长敲下法锤, 经鉴定, 被告己伯答, 无罪。 此审判结果一出, 全场炸开了锅。 弹幕是最先坐不住的, 毕竟在现场的人都得考虑一下自己反抗后的后果, 但是弹幕发言根本不需要负责任。 有黑幕? 这种人留着不抹杀等着过年吗? 还以为人类文化进化了几千年, 没有资本介入了, 没想到号称公平公正的审判庭, 竟然也搞资本这一套, 强烈要求坏人。 看着这些人像是杀红了眼, 不仅要求将我当场抹杀, 还要让审判长付出代价, 我只觉得可笑。 于是, 我自己戴上了审判头盔, 全身痛苦地电流经过, 我咬了咬牙, 后背很快被汗水浸湿。 现在的痛苦, 比起上一世被背叛惨死来说, 不值一提。 审判长, 我要求提取记忆, 证明自己的清白。 话落, 柳如烟的脸色显然有一瞬间的苍白, 他大概没料到, 我不仅不害怕, 审判头盔戴上撕心裂肺的痛苦, 还能将他的律师生涯不管不顾。 也是, 当初我可是花了好多钱, 才将柳如烟供出来, 在平时我将柳如烟的战绩, 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 上一世, 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可柳如烟又是怎么回报我的呢? 还证明自己清白, 要我看就是强词夺理, 想给自己留个体面吧。 无情无义就是无情无义, 再怎么洗也不会把黑的洗成白的。 弹幕有人开始带节奏, 不少人跟着附和, 我没理会, 只是朝着审判长点点头。 在审判长操作了一番后, 我的记忆投影到了大屏幕上, 车祸发生之前, 是我们一起聚会后回家的场面。 我习惯性地给柳如烟打开了副驾驶的门, 他却看都没看一眼, 直直地朝着后座走去。 还是一腾成愣了一下问他, 阿烟我一个人坐在后座没关系的, 纪伯达哥也不是司机, 我们都坐在后面不合适吧。 而柳如烟却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难道你不知道, 副驾驶的危险系数最高吗? 要是发生意外了, 副驾驶死亡率最高。 说着, 柳如烟不管不顾地, 拉着一腾成坐进了后座。 而我愣在了原地, 其实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的, 我的眼睛散光严重, 很少开车, 一般都是柳如烟开, 今天是他们两个都喝了酒。 我终于想起, 为什么柳如烟每一次, 都让一腾成坐在后面, 反而催促我赶紧坐在副驾驶。 起初我以为柳如烟是在意我的, 想离我近一些, 可听到他这样的话, 我才恍然大悟, 嘴却不受控制地问了出来, 那为什么你开车的时候, 总是让我坐副驾驶? 柳如烟不耐烦地看着我, 你问题怎么那么多? 你要是不想开, 我就和阿诚去打车。 到底是小事? 我不想在外人面前, 表现得和柳如烟夫妻关系并不和谐, 况且, 我是个男人, 总不能拿这些小事出来斤斤计较。 开车到一半, 突然大降暴雨, 我眼睛本来就散光严重, 一路上也是心不在焉。 直到我听到, 柳如烟突然在后面对一腾成说道, 下个月你生日, 我们两个去马尔大夫吧, 你好久没好好过生日了。 是他们两个, 而不是带着我。 至于过生日这件事, 自从结婚以来, 柳如烟从来没有记得过我的生日, 却把一腾成的生日铭记于心。 随着一声车辆撞击的声音, 我才从难过转为恐慌。 车祸发生得很快, 我眼睁睁看着, 一腾成和柳如烟两个人到了安全的地方。 一腾成焦急地对柳如烟说, 我的钱包还在里面, 我得去拿。 柳如烟焦急地拽住他, 你没看到车漏油了吗? 多少钱啊, 你这么紧张, 我赔给你就是了, 别把命都没了。 一腾成拧眉, 可是里面有我们唯一的合照啊。 说完, 一腾成不管柳如烟的阻止, 急步跑了过来, 在后座翻找了半天, 这才找到钱包, 他甚至都没看我一眼, 我一时混沌, 献血顺着眉骨流进了眼睛。 我声音虚弱, 却苦苦哀求。 求求你, 救救我。 一腾成身子一僵, 却又像是没听到一般, 扭头就要离开。 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力气。 我给你钱, 你要多少? 五十万够不够? 求求你, 救我。 一腾成听到钱, 这才重新回来, 将我拽了出来。 当柳如烟看到我被救出来的一瞬间, 他明显一愣, 像是不敢置信。 一腾成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柳如烟的脸色, 才有所缓和。 我猜大概是一腾成, 把我承诺给他钱的事, 告诉了柳如烟, 最终我失血过多, 又在一腾成生拉印拽下, 没有管我死活, 晕了过去。 画面停在了我上了救护车的点上, 众人安静了下来, 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想说什么, 却被我打断。 事后我将五十万, 悉数打到了一腾成的卡里, 如果你们不信, 我这边有转账记录。 我承认是一腾成救了我的命, 但是如果没有那五十万, 他不会理我的。 大家都倒吸一口凉气, 弹幕的风向好像也偏了一些。 刚才是柳如烟的视角, 所以只看到了一腾成冲过去, 将己伯达救出来的画面, 没想到第一视角竟然是这样的。 明明拿了人家的钱, 才不情不愿地救人, 事后还总是拿这件事道德绑架, 这是什么奇葩男女。 你们没看到吗? 柳如烟根本就不喜欢己伯达, 危险让己伯达单, 好像他和一腾成才是一对吧, 这两个人不对劲。 就是啊, 一腾成冒着危险, 不是去救己伯达, 而是为了二人合照, 我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你们这些人, 未免也太苛刻了吧? 人家一腾成说到底也是救了己伯达, 钱是他该得的, 莫非己伯达的命不值那五十万吗? 一腾成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吧。 你们凭着一个模糊的视频就倒戈了, 事实如何不看后面吗? 你们难道忘了己伯达一口, 就回绝将死之人遗愿的嘴脸了? 弹幕里仍旧有替柳如烟等人说话的, 风向算是一半一半。 柳如烟像是找到了突破口一样, 站在审判庭正中间, 往日干练严肃的模样在线。 在外面被人救了, 人家都会有感谢费的, 更何况一腾成是担了风险的, 己伯达给钱是天经地义, 这不足以证明己伯达无罪。 就算是没有救命之恩, 我们三个人相识多年, 一腾成又是我最好的朋友。 难道不该完成他的心愿吗? 况且, 生孩子的人又不是己伯达, 他凭什么拒绝呢? 我冷笑一声, 看来上一世我还真是蠢, 蠢到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 现在反而让柳如烟觉得是我的拒绝。 好啊,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原因, 那么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我拒绝是为了什么? 随着我话落, 大屏幕再次亮起。 在医院, 我揽着柳如烟的肩膀, 他哭得气不成声。 己伯答, 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我也有些哽咽, 却不想让柳如烟继续伤心, 只好安慰到, 以后还会有的。 奇料医生提了一句, 患者身体不太好, 子宫必薄, 容不容易受孕不一定, 但是在怀孕以后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大惊, 而柳如烟大哭, 难道我以后不能做妈妈了吗? 随后柳如烟看向我, 一脸的愧疚, 假如我们没有孩子, 你还会要我吗? 我点点头, 只要你渐渐康康的, 就算是没有孩子又怎么样? 你要是喜欢孩子, 大不了以后我们领养。 听到我的话, 柳如烟这才放下心来。 看来时间久了, 柳如烟彻底将这件事忘了, 又或者是, 他可以为了伊藤诚, 不惜不管自己的生死, 他们还真是感情深呢。 我的记忆播放完毕, 弹幕哗然。 谁说几波大无情无义的, 面对舆论和指责谩骂, 他都自己背下来了, 从来不说是担心自己老婆有问题, 这么好的男人, 本该就无罪。 这女人有病吧? 宁愿冒着生命危险, 给朋友生孩子, 也不想想自己的老公, 到底谁才是他老公啊? 此时的风向, 差不多都朝我这边倾倒了, 至于剩下那些柳如烟买来的水军, 实在说不过那么多人, 只好信心闭嘴。 柳如烟慌了, 但是他仍旧挺直腰杆道, 没有试过, 怎么就知道, 我会有生命危险呢? 我看你就是嫉妒我给阿诚生孩子,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此刻的柳如烟, 是专业素养也没有了, 巧舌如簧也没有了。 也是, 上一世, 柳如烟确实给伊藤城生下了孩子, 所以, 医生说的那些, 定然是假的。 我也是朱油蒙了心, 上一世竟然真的信了柳如烟的鬼话, 直到死, 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经审判, 被告己伯达无罪, 原告, 审判长正要宣判惩罚, 却被我打断。 审判长, 我要求追回柳如烟上学所有费用。 柳如烟瞬间炸了, 他表情猙獰, 己伯达, 你别没完美了, 我已经被判得够重了,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我都嫁给你了, 你资助我上学不是应该的吗? 我冷笑, 你婚内出轨, 在我给你资助的时候, 你和伊藤城谈恋爱, 嫁给我也只是为了钱罢了, 这些, 你不认吗? 我所说的这一切, 算是重新审判, 而被告, 成了柳如烟, 刚刚熄火的那些人见有瓜痴, 纷纷开启了弹幕, 这么劲爆的吗? 纪伯达不会是为了钱诬告柳如烟吧? 看纪伯达的样子, 不像是假的, 要真是这样, 柳如烟还真是罪该万死, 纪伯达, 难道你真的不顾这么多年的感情, 将我告上审判庭吗? 你难道不知道, 我要受到什么惩罚吗? 现在柳如烟慌了, 他知道, 我一告一个准, 况且, 他并没有任何证据来捶我, 审判长点头, 原告纪伯达, 被告柳如烟, 罪名成立, 被告归还原告学费, 撤走律师职业, 终生不得踏入此行业, 罪名不成立, 原告刚才的奖励悉数清零, 归还柳如烟, 言外之意便是, 我再告, 如果我输了, 柳如烟因为撞告我失败后的惩罚消失, 我的奖励也全都归柳如烟所有, 众人大概以为我疯了, 我妈甚至又站了出来, 你这个蠢货, 那些奖励的钱不够你花吗? 要是你输了一毛钱都没有, 你拿什么给你弟弟买房买车, 你别这么自私好不好? 我冷笑, 我怎么可能说, 况且, 我怎么可能死过一次了, 就让柳如烟这么简简单单过完这一生呢? 我没有理会我妈, 只是对审判长说道, 我同意, 柳如烟愤愤愤地看我一眼, 因为是二俗, 她没有拒绝的权利, 回忆开始播放, 我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我们两个的家庭条件都不算好, 柳如烟家更是重男轻女, 高中以后就不让她读书了, 我们从小窝在邻居家, 看港剧的法律类的电视剧, 柳如烟每次看到律师, 眼睛都会泛着光, 她说, 她的梦想, 就是做一个律师, 为那些有冤屈的人, 伸张正义, 我笑着点头, 也希望柳如烟可以梦想成真, 只是高中毕业后, 柳如烟爸妈来我家找她, 说找不到人了, 只有我知道柳如烟在哪, 所以我偷偷找到了柳如烟, 她哭得双眼红肿, 对我说, 启伯答, 我好像没办法继续读书了, 我没办法做律师了, 我只能早早地嫁人, 给弟弟挣彩礼钱, 我的心中苦涩, 小小年纪的我, 却有了大胆的想法, 回到家我把家里的钱偷出来, 给了柳如烟的爸妈, 我承诺, 以后一定会娶柳如烟, 当时柳如烟爸妈笑的眼睛都找不到了, 并且他们知道, 我是全村最有出息的男孩子, 成绩也是数一数二, 很有可能考上清北, 前途不可限量, 柳如烟就这样交到了我的手里, 和柳如烟的爸妈当真狠心, 一点钱不给柳如烟, 我妈知道我偷了家里的钱, 狠狠打了我一顿后, 也不再管我, 无奈之下, 我只好将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撕掉, 对柳如烟说谎我没考上, 也不打算复读了, 专心供她读书, 起初柳如烟还对我有所愧疚, 但是去了大学以后, 身边全都是光鲜亮丽的男孩, 不像我们村里出来的, 他们身上都发着光, 一腾成就是其中一个, 在我一天打三份工, 连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 柳如烟拿着我给她的生活费, 给一腾成买礼物, 请她吃饭, 好多次我发现, 柳如烟花钱越来越凶, 我还以为她是个女孩子, 在大城市自然是要打扮的, 也就没过问, 只是从三份工增加到了四份工, 柳如烟就这样忙了我三年, 至于他们两个人是如何分手的, 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有一次, 柳如烟回来的时候哭得很伤心, 我询问原因, 柳如烟只说, 这段时间学习压力太大了, 室友们每天不是买奢侈品, 就是攀比, 她觉得心里不平衡, 为此, 我心中还很是愧疚, 愧疚给不了柳如烟想要的生活, 让她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更加努力地打工, 就这样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了柳如烟毕业, 她去一家律所实习, 慢慢地, 她开始转正, 越来越强, 而后, 柳如烟按照当初的约定嫁给了我, 只是婚礼现场, 她并不高兴, 我以为她, 只是嫌弃婚礼简约, 没想到她只是不爱我罢了, 我妈也是失利, 我只是个高中毕业, 她看我总是一肚子火, 可面对身为律师的柳如烟, 她巴不得把最好的给柳如烟, 逢人就夸自己, 有一个好媳妇, 柳如烟对我妈的态度, 也总是不嫌不淡, 我妈就是天生的剑骨头, 谁对她不好她越贴着谁, 我和柳如烟吵架, 她第一时间就是来打我, 没错, 是真的打, 往死里打, 随着一腾成的出现, 柳如烟的笑容越来越多, 她回家的时间越来越迟, 或许在她的心里, 我这个高中毕业的, 实在配不上她, 就连婚后的夫妻生活, 柳如烟也总是能躲则躲, 看到这里, 在座的人纷纷沉默, 弹幕却热闹非凡, 这不就是嫌弃自己老公, 配不上自己的身份吗? 当初接受资助的时候, 怎么不嫌弃呢? 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上岸仙斩一中人, 几博打好可怜啊, 他明明长得帅, 又很吃苦, 我要是有这样的老公, 我给他生时的孩子都行, 弹幕现在倒是默契, 都站在我这边, 台下那些被柳如烟收买, 或者向着柳如烟的人, 脸色都很难看, 可这远远不够, 我将拖医院朋友调查出的 一腾成的病例, 上交给了审判长, 审判长仔细阅读后, 将报告放到了大屏幕上, 一腾成根本就没有得病, 上一世我, 但凡托人调查一下, 也不至于死后才得知真相, 说白了, 我还是太信任柳如烟了, 柳如烟看到大屏幕的时候, 呼吸一致, 他似乎是在想着如何翻身, 可证据确凿, 即便是他巧舌如簧, 也再说不出什么来了, 正当审判长敲了法锤后, 一腾成冲了进来, 招手让柳如烟过去, 慌张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柳如烟反应倒是不大, 只是用手指了指大屏幕, 一腾成在看到自己真正的体检报告的时候, 瞬间慌了神, 而此刻, 审判长正在宣判结果, 被告柳如烟罪名成立, 悉数归还, 当初被几博达资助的学费生活费, 净身出户, 霉运缠身, 剥夺美貌, 共犯一腾成, 伪造病例, 设计几博达, 判却得癌症, 剥夺医治权利, 二人诽谤罪, 赔付几博达好运与健康, 赔偿百万, 随着法锤敲下, 我感觉身体瞬间轻松了不少, 其实当初我, 已经有了轻微的肺癌, 只是一直瞒着柳如烟, 我不想让他替我担心, 刚好柳如烟拿家里的钱, 开了律师事务所, 我也不会不接受治疗, 在上一世肺癌晚期, 就那样痛苦地死去, 一腾成听到审判结果, 瞬间变了脸, 他顺势掐着柳如烟的脖子, 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怎么会连我也折进去了, 我上哪拿那么多钱去, 面对突然变脸的一腾成, 柳如烟不敢置信, 却还是深情款款抓着一腾成的手, 只要我们两个真心相爱, 不用管那么多, 现在没人能阻碍我们了, 我知道, 柳如烟一直不肯跟我离婚的原因, 根本不是对我愧疚, 也不是爱我, 他自是爱于身份问题, 不想搞砸自己的事业, 毕竟现在柳如烟在业内很有名气, 只有有心人一查, 便知道他读司法大学是我资助的, 很同意被死对头当成把柄, 所以才会和一腾成设计这么一出, 我真没想到柳如烟竟然为了我的钱, 也为了跟我离婚, 能下这么一大盘棋, 我并不觉得现在庆幸看穿了他, 上一世的事情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 假如我没有重生的机会, 那我岂不是成了冤死鬼? 柳如烟一边说话, 脸上的皮肤开始崩塌, 开始长斑, 曾经他最引以为傲的大眼睛, 也搭拉了下来, 活脱脱地像一个化皮鬼, 一腾成被吓得甩开了柳如烟的手, 大叫道, 你这个丑八怪离我远点, 我跟你有什么爱情? 要不是我家生意黄了, 你又是律师, 像条狗一样, 给我发信息求复合, 我怎么会理你? 现在你不仅连累我, 还变成这副鬼样子, 你自己去下地狱吧, 说着, 一腾成不管柳如烟如何苦苦哀求, 他给了柳如烟窝心脚, 逃逝地离开了现场, 柳如烟不敢置信地, 急目着一腾成的背影, 我却缓缓走到了他的面前, 柳如烟如今什么都没有了, 工作, 美貌, 钱, 爱人, 他大概以为我, 还会像从前那样, 不论做错什么事我都会给他兜底, 都会原谅他, 于是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希望, 几伯达哥哥, 你是不是舍不得我? 我错了, 我现在才看清, 那个渣男的真面目, 一切都是他指使我的, 我也是被他骗了, 几伯达哥哥, 这个称呼, 柳如烟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叫我了, 我是比他大半岁的, 小时候, 他就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 一个劲地叫哥哥, 当初我很期待, 能够听到柳如烟这么叫我, 但是现在一听, 除了恶心, 再无其他, 好一个被骗, 柳如烟明明那么会说, 现在变得瞎话, 却这么苍白无礼, 我痴鼻一笑, 拿出了镜子, 你觉得你现在, 还有什么资格谈后悔呢? 柳如烟抓着镜子, 像是不敢置信, 愣了好久, 最后尖叫声响彻整个云霄, 我再不管柳如烟苦苦哀求, 静止离开, 我还记得, 上一世, 我也如狗一样, 祈求柳如烟救救我, 他也是这般冷漠, 往后的日子, 我不用出手, 柳如烟也不会过得很好的, 出了审判庭的门, 我妈一脸谄媚地冲了出来, 拉住了我的胳膊, 儿子, 你拿了多少钱啊? 你看, 你弟弟他要结婚, 需要彩礼, 婚房, 婚车, 半酒席, 也需要钱, 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 你看你, 我妈的一脸算计, 令我心中生寒, 我和柳如烟差不多的遭遇, 只是他家重男轻女, 我家是单纯的偏心, 爸妈从来没看得起过我, 即便我在优秀, 在他们眼中, 我也只是浪费钱罢了, 即便是清华的通知书, 都送到了家里, 我爸妈都是一脸的冷漠, 我妈更是不嫌不淡倒,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是知道, 你弟弟中考失利, 专门给你弟弟上演要的吧? 我以为我不是亲生的, 特地做了亲子鉴定, 可结果令我大失所望, 我还真他妈是亲生的, 这令我更加绝望, 要不是上辈子, 我妈也是, 间接害死我的凶手, 也许我真的会像从前那般, 一家人迷迷糊糊地就过下去了, 但是现在, 他不配, 我冷眼看着我妈, 刚才在审判厅上, 想让我死的, 如何配当我妈? 我欠家里的早就还清了, 以后别再找我, 不论你们生还是死, 别怪我将你们告上审判厅, 你知道的, 我能做出来, 原本我也想告爸妈的, 但是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那里, 毕竟我接受过两次审判, 已经体力不支, 我妈听到这话, 朝我骂了恶毒的话, 我都习惯了, 但是我知道, 他不敢再纠缠我, 毕竟他, 要是上了审判厅, 那是毕书, 出来以后, 我重新报考了成人高考, 我想继续完成未完成的学业, 毕竟当初我只顾着, 想完成柳如烟的梦想, 看到他闪闪发光的样子, 那时, 虽然我上了清华, 会有奖学金, 但是我一个人, 到底无法兼顾两个人, 更别提柳如烟的成绩, 也就平平, 望着一望无际的天空,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原来替自己活是这样的感觉, 柳如烟要钱, 要不到就对柳如烟拳打脚踢, 朋友叹息式地摇头, 当初你放在手心里的宝贝, 现在过得连狗都不如, 我心里丝毫没有波澜, 只是回了一句,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活该, 朋友没再说话, 我身边的人, 没有人不知道我的, 我对一个人好的时候, 连自己的命都豁得出去, 可若是不再在乎那个人, 他连蝼蚁都算不上, 柳如烟最后受不了了, 一刀了结了伊藤城, 因为是正当防卫, 所以没被判刑, 毕竟他如今的现状, 死或许比活着更痛苦, 我就是要柳如烟痛苦地活着, 用每一分每一秒来反省自己, 究竟喜欢的是什么人, 为了这么个人渣, 践踏我对他这么多年的真心, 每次当柳如烟绝望地活不下去了, 我都会派人给他一点希望, 比如给他一份体面的工作, 当他以为可以领到薪水了, 就被辞职了, 法律不会保护柳如烟这种人的, 一次又一次, 直到柳如烟再也没了希望, 柳如烟也找了我好多次, 彼时的, 我已经带着双修的穴位, 还有最年轻的企业家的头衔, 出现在各大财经杂志上, 自然不会见柳如烟这种垃圾, 又是一年的血迹, 像我上一世死的时候, 白茫茫的一片, 好看, 但是冷得刺骨, 柳如烟的尸体, 就是在厚厚的积血里找到的, 全国没有人不知道柳如烟的, 没有人为他吊咽, 也没有人同情他, 或许他解脱了, 我的恨意, 也随着他的死去消散, 我还山高路远, 往后都是好日子, 全文完。